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啊 引用表现 什么是引用表现 为什么要用引用表现呢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博客 对吧 在我文章当中啊 比如说我想引用到比尔盖茨的名言 或者我想引用到这个巴菲特所说的一句话 该怎么做 因为他不是我说的嘛 对不对 那么给用户给读者看起来啊 这是你引用了巴菲特一段话 金钱不是万能的 这不是他说的啊 该怎么做 这个就用到咱们的引用表现 强调表现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学习一下啊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就一个引用文的表现方法 看 就一个大于号 就一个简单的大于号 就能够实现 咱们如果写HTML 可能还写了很多嘛 对吧 不用 在Markdown里面 仅仅一个大于号就能够实现啊 好 咱们试试一下啊 实战演习 我呢 这给你准备了三个自然段 东南西北 中华白 万筒条 对吧 好 马上试一下 稍等一下 我先把我这个 MD打开 然后开我的调试器 咱们试试啊 这个调试器 我想您应该已经熟了啊 好 拷贝上我三个自然段 拷贝来之后 咱们先不运行啊 咱们先看一下 它生成的代码 大家看 我这生成三个P 对吧 东南西北 中发白 万筒条 没有问题 然后 注意看 中间这行 中发白 这不是我说的 是我是引用的巴菲特的名言 该怎么做 加一个大于号 控格格 这地方我推荐您控格格 大家请看 控格之后 看右边的表现形式 背景色变灰 然后咱们再看 其实这个变得 毁无所谓啊 因为各种网站的渲染器 出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看什么地方 看下面生成的HTML 大家注意看 刚才可是3P吧 对吧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什么 有一个block code 引用标记 里面在COP 这个不管了 什么意思 在您所使用的博客服务 或者说相关服务的时候 它这个网站各自的渲染器 会根据这个block code 渲染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背景为灰 有的地方可能是背景为绿 为浅黄 都可以 无所谓啊 但是咱们生成这个block code 这个标记是非常重要 怎么生成的 就这个地方 一个大于号就可以了 为了美观 我推荐您在大于号之后 加上一个控格 你说不加行不行 不加有可能有的渲染器会不认 所以我推荐您 加一个控格啊 这样几乎所有的markdown的渲染器 它都会认到 极力推荐 OK 这就是我今天给您分享的 引用表现的方式啊 markdown 您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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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